今天带来一部2023年最新悬疑动作片《千面特务》 最近我发现个很奇妙的事 那就是法国影片突然多了很多 这总统小马来一趟 果然起到了效果 连他们的电影都多起来了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影片当中的内容 非常符合当下发生的大事件 不过具体是什么 先卖个滚子 尽量不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 那么马上就为大家奉上 这部最新上映的悬疑动作片《千面特务》 好话不多说开始 故事要从利比亚说起 一上来男主就被押送到了一个偏远的山区 他是被当地的恐怖组织挟持的一名记者 其名为阿诚 歹徒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用男主作为人质 向其所带的国家要赎紧 可不久后反转就来了 这个阿诚并不是真正的记者 而是一名特工 他的任务是来解救 这里被关押的另一名女人质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阿诚简直是降为打击 恐怖分子在他的眼里 犹如小学生一般 三下五除二就被干掉了 本以为女人质就此获救 可随后反转再次来袭 阿诚竟然将枪口对准了女人质 并将其撒害 怪不得叫千面特务 他到底在为谁卖命 看来是没人知道了 完成任务之后 阿诚马上回到了法国巴黎 可屁股还没等做热闹 领导又给他安排活了 由于最近在境内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恐怖袭击 经过调查发现 这次孔习是一个叫黑格的人 一手策划的 手段那是相当残忍了 已经造成500平民伤亡 这件事可给部长气坏了 便命令他的手下约翰 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这个黑格给救出来 无奈之下 约翰只能找到他的得力干将阿诚 见到他以后 直接就开门见伞 告诉阿诚 这个人就是这次的主要目标 法国当局已经找到很久了 但始终都不见其踪影 只知道他曾在苏丹 埃及附近一带生活 没错 就是现在正在发生暴乱的苏丹 不过最近从线人那里得到过消息 那就是这个黑格 曾与一个当地的黑帮老大 光头哥有过联系 很有可能是这个光头哥 在帮黑格隐藏身份 就此约翰表示 会通过外部关系以及手段 先将阿诚安排到光头哥手下去当卧底 从而获取黑格的情报 这领导本事就是效率 很快阿诚就被一个叫白胡子的人 给引荐到了黑帮组织 这里说起来就有些奇怪了 怎么说光头哥也是黑帮大佬 怎么就这么轻易让阿诚潜入其中了呢 实际也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白胡子是黑帮老大光头哥的媳妇 之所以他能引荐阿诚 那是因为他的孩子遭受到了威胁 面前的这两个特供都是约翰的手下 一个叫黄毛 另一个叫汤姆 显然他俩是协助阿诚办事的 有了这个举动才让阿诚轻易的打入了敌人的内部 进入黑帮以后 阿诚第一个结识的 是一名叫小黑的混混 当然他是光头哥派来带阿诚的 也就相当于是阿诚的师父吧 这个小黑为人很热情 也就是传授中的碎嘴子 只用了半天时间 就将组织内部的情况全都交代给阿诚了 起初两个人负责一些小活 收手债 吹吹管子类的 虽然小黑入行已经很久了 但办事能力属实一般 这也是他得不到提拔的援引 可阿诚不是 他的为人干净利落 属于快刀斩乱麻的性格 第一次吹带就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这件事结束以后 可给小黑乐坏了 收了个这么强大的徒弟 以后再组织一定可以大展宏图了 便自掏腰宝 请阿诚到组织内部的夜种会快活 可等两人刚要享受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些意外 那就是另一群小混混过来砸场的来了 结果阿诚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武艺 凭他一人之力 将对方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也是因为这件事 引起了大佬光头哥的注意 这正中阿诚的下怀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大佬光头哥 不久后他被叫到了办公室 随后光头哥表示 听说你很能打呀 阿诚并没有做打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点形人狠话不多的性格 这里更巧的是 这种性格正是光头哥心中理想型的打手 不过光这一点 还不足以证明阿诚的能力 就此光头哥表示 怎么才能让我相信你有能力呢 阿诚依然没有做过多的回答 而是直接露出了身上的武术枪上 光头哥一看 马上就明白了 也就此阿诚得到了重用 可这个重用并不是阿诚想的那样 而是负责帮大佬接受孩子 这下可尴尬了 完全违背了自己来这的出动 不过也没有办法 为了亲近光头哥 阿诚只能先做好眼前的事 可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打手 怎么会带孩子呢 严谨此闹出了很多武龙 不过这里让阿诚感觉奇怪的是 这个所谓的黑帮组织 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坏 光头哥从事的行业 虽然都是灰色产业 但有一些看上去更像是刑侠仗义 暴力催修 只针对一些骗人的减少 而且这个大脑光头哥属于老炮性格 他曾告诉过阿诚 想在这里待下去的唯一条件 那就是不要出卖自己的兄弟 从表面上看 光头哥非常讲义气 然而这个组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光头哥这样 还有一部分人对光头哥的位置忽视眈眈 包括光头哥的枕边人 这一幕被阿诚禁收眼里 不过他并不打算将自己看到的告诉光头哥 原因也很简单 阿诚当然不想节外生子 只要弄到黑哥的信息 其余的任何事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之后迎来了大老儿子的声音 也就是在这一天 阿诚的职位被大老提拔了 小黑兴高采烈的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诚 同时也告诉他 不久后会被安排做更大的任务 当然报酬也相当可管 就此小黑鼓励阿诚好好干 未来一定会成为组织不可或许的一员 听到这个消息后 阿诚的内心那是沾沾自喜 终于得到再次亲近光头哥的机会了 可令阿诚意外的是 这个所谓的大任务竟然是打劫银行 就相当于让阿诚立下投名状 不过在打劫的途中 阿诚发现了一处细节 他无一种听到新闻播报 关于前几天黑哥恐袭的事 本来没什么 可坐在面前的小黑情绪异常激动 这倒是让阿诚起了疑信 难道说自己要调查的这个黑哥 与小黑存在什么联系吗 但也不能现在就问 先把手头的事做好吧 随后几个人化身劫匪 直接冲进了银行 整个打劫的过程 连一分钟都没用上 可谓是一气呵成 正当几个人为之窃喜的时候 意外再次来袭 只见一辆黑色面包扯 突然冲了出来 将阿诚一伙人撞的那是满目疮痍 不过这里还没完 紧接着从车上下来了 很多携带武器的人 明白的就是冲钱来的 正当阿诚绝望的时候 之前的那个特工汤姆 突然现实人帮他解了围 与此同时 阿诚也反应过来了 便掏出枪 拼死挣扎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几个人跑了出来 不过这里就有很多疑问了 首先是这个汤姆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呢 他怎么会知道 阿诚一伙人今天准备打劫呢 其次是 这帮突然冲出来的一伙人 又是哪冒出来的呢 他们又是为谁卖命的呢 先带着这几个疑问 我们继续玩一看 回到总部以后 得知自己遭遇了黑吃黑 光头哥那是相当生气了 便命令打手去打听 到底是谁做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这次打劫 只有内部人知道 所以光头哥心里非常清楚 组织内部应该存在个内鬼 与这次黑吃黑的人进行联系 便将怀疑转移到了阿诚的头上 自然是因为阿诚第一次参与行动 就发生了意外 可令光头哥姊妹没想到 出卖自己的并不是兄弟 而是自己的枕边人 正是光头哥的妻子 将这次打劫行动 告诉了敌对的帮派 至于他为什么出卖光头哥 稍后会为大家解释 之前在打劫的过程中 阿诚就发现 这个小黑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他对黑哥的信息 异常敏感 也就是阿诚准备 对小黑实施跟踪 从而获取关于黑哥的线索 然而此时意外再次降临 由于上次黑吃黑没有撑鼓 敌对帮派 便绑架了光头哥的孩子 就此光头哥请求阿诚 将自己的孩子救出来 光头哥自说也请求他 一是为了救孩子 二是为了验证阿诚的真实身份 为了避免自己暴露 阿诚只能言听计从 随后他孤身一人 来到了敌对帮派 阿诚犯事 那是出了名的干净利落 基本也没废话 直接学习了帮派 主要还有另一点原因 那就是他身上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将大老孩子救下以后 阿诚也受了重赏 便不知不觉的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意识到坏事了 这不把自己的事给耽误了吗 好交易是 当初跟踪小黑 还有另一个人 那就是之前的特工汤姆 随后阿诚马不停蹄的与汤姆会合 可怎么打 他的电话都打不通 到达位置时 只看到了他的扯 却没看到他的人 此刻一个监控摄像头 引起了阿诚的注意 说不定从里面会找到 他想要的线索 紧接着阿诚撬开便利店的门 并且打开了监控设备 结果眼前的一幕 让他后悔莫及 小黑联系的那个人 果然是自己的目标物 也就是影片开头 那个恐怖组织成员黑格 不仅如此 阿诚还侵然目睹了 他将特工汤姆打死的全过程 这一幕恨得阿诚 那是咬牙切齿 可紧接着戏剧的一幕再次发生 由于他破门而入 惊动了警方 再加上阿诚身上有枪伤 对于这一点 他是无法解释的 便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特工编号 这才使得警察没有抓他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次举动 被光头哥的手下逮个正着 原因也很简单 之前就提到过 光头哥对阿诚产生过怀疑 影片开头也说了 光头哥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 他这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兄弟的背叛 也就此光头哥下达了追杀力 可这个命令被另一名特工黄毛给截获了 不过现在他又联系不上套目 便决定独自一人帮阿诚解决问题 可派出去的杀手身上也是有枪的 就此黄毛与他们发生火瓶 虽然凭借他一人之力 将追杀阿诚的人全部铲除了 可自己也深受重伤 最终倒地身亡 赶回来的阿诚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后 更是加深了对黑哥的恨 他误认为这是黑哥所为 好消息是 阿诚在黄毛的手提电脑中 发现了黑哥的长神地 也就是说 黄毛已经从汤姆的手中得到了线索 随后阿诚按照这个位置找了过来 终于看到了这个恨之入骨的恐怖分子 阿诚二话妹叔就给他打赏了 然而就在此时上演了本篇最大的反准 实际这个黑哥并不是怎么恐怖分子 他是南苏丹的领导人 到这也才到了本篇的重点 谈到苏丹还正在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了 这个国土面积排非洲第三个国家 自独立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乱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内部原因 苏丹的社会结构建立在 部落纽带和族群血缘关系之上 说白了就是两股势力 而且旗鼓相当 谁也不服谁点火就着 这就让西方某些国家看到了机会 尤其是法国 在1980年 他们踏而乱南苏丹这片土地 并让他们成功独立 可后来作为领导人的黑格才意识到 法国人支持他们独立 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实现 他们当初宣扬的民主以及和平 他们的眼中只有利益 只有南苏丹唯一的财富 也就是石油 言外自意就是 虽然黑格将南苏丹独立出来 但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无非也就是从之前的傀儡政府中 分裂出来了另一个小傀儡政府 这次黑格自属于来到法国 并没有意图实施恐怖袭击 而是受到了阿诚部长的邀请 来商议苏丹和平协议 可实际这件事却是部长设的局 目的就是为了暗杀黑格 原因是他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而且他还不听法国人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黑格指导的态度了 如果被爆出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到这儿阿诚才明白 之前媒体大肆宣扬的恐怖袭击 只是对黑格的诬蔑 怪不得领导当初对阿诚说 有机会便可以直接击毙黑格 只要见到他的尸体就可以了 原来这只是想杀人灭口 到这儿阿诚有点动摇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卖命效力的国家 竟然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财狼 而就在此时反准再次来袭 随着一声枪响过后 黑格应声倒地 看来阿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的体内早已被组织安装了追踪器 找到黑格的那一刻 上层就派经营部队赶了过来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留活口 就连阿诚都顺带内了 事与这次阿诚决定就地反水 最终在他强大的实战经验下 将小黑以及黑格的女儿救了出来 这件事过后 阿诚的组织来了个大清洗 所有与黑格有关系的人都找到了暗撒 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走漏任何风声 有一说一 光头哥数着有点惨 只是他的小弟与黑格有点关系 可他的群甲都遭到了学习 最后一个要处理掉的 仅剩下光头哥的儿女 而就在此刻 反水的阿诚突然出现 并守护住了这对悲惨的子女 也就此阿诚成为了真正的前面特务 他不再为任何人卖命 至此影片结束 很少见法国能拍出这种揭露黑历史的影片 虽然名誉或多或少会受到点影响 但是他真想啊 赚钱才是最主要的 例如韩国通过骂自己 每天都能从票房中获得不少的收益 看来法国人也准备消防一下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俗定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后爱 我们下期见